大家好,我叫文學先生AK Mr.Synolid 上題是一個我最喜歡的科學小說 我聽說過,明年會有一個電視劇 現在有一個預告片 那我們一起看吧 這個火雞代表王苗 王苗就是想知道誰是他的主人 在這裏,這個就是王苗,我記得王苗 那我這個火雞科學家現在很想知道 我的農場主是誰 是真的,五隻 這個有點聽到像孔子的話 是嗎?孔子的春魚 哇!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這本書 這個作家真的想起了一個很好的世界 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就是言文傑 我記得他 我想說這個故事的事情可以嗎? 我做另外一個trailer 另外一個預告片 然後播出來一些事情吧 他參加了一個重點的國防攻城 我去的那個地方叫紅岸 紅岸? 紅岸到底是研究什麼呢? 這部分內容直到今天都還沒有透明 紅岸公圖似乎正面有一些事情 我很久沒有那麼感興趣看一部電影 或者是一個電視劇 他們怎麼拍這個遊戲 我覺得 這個看起來想聽好的 聽神秘的 因為我把這本書看完了 這三本書 三題 然後最後一個這個 所以我就是想看這個遊戲更多世界一點 但是呢 這個就是很神秘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 三題 最大的感覺就是神秘 因為這個故事有很多很多層 然後越來越複雜 這個預告片 就是代表這本書的很好 你回去看 我可以看成功 好 我可以看成功